國內新增七例境外移入 本土連續第五天加零 AGB混打BNT 預計下個月進行規劃 備戰四大公投 蔡總統親自上陣民進黨首場說明會 國民黨宣布公投宣傳起跑 聯合國氣候峰會即將登場 英美等國持續抗議 瑞典環保少女童貝里也加入 百年傳統的東港英王祭典 即將進入最後重頭戲 王船陸上行舟 繞行全鎮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十月三十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郭彩燕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新增七例 確定病例都是境外移入 本土加零連續第五天零確診 沒有死亡個案 而第十三期疫苗預約 同時提供AZ與BNT疫苗 指揮中心表示五十歲以上的民眾 可以依自身的意願選擇場牌施打 AZ混打BNT預計下個月進行規劃 至於農曆春節返臺的人潮 居家檢疫方案還在討論當中 而防疫旅館的量能也正在 積極地調度當中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三十號週末再度加零 本土零確診也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不過新增七例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有六人是屬於完整接種兩劑疫苗後的突破性感染 有關第十三期疫苗預約 同時開放民眾預約第一劑AZ與BNT 到底該如何選田 指揮中心表示五十歲以上民眾 可以依自身意願選擇疫苗廠牌接種 至於開放一般民眾AZ混打BNT 會在十一月時規劃 此外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預估有上萬人返臺過年 不過防疫旅館的量能卻嚴重不足 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已經請衣服會執行長王碧盛負責調度 至於臺北市長柯文哲指出 明年一月中旬 當國內兩劑疫苗覆蓋率達七成 就可以不必戴口罩 對此指揮中心強調 雖然本土疫情趨緩且穩定 但國際疫情仍然嚴峻 為了避免境外移入 導致本土疫情爆發 戴口罩仍是最後一道防線 記者 蔣東翔報導 疫苗混打第二劑尚未開放 今天上午高雄一名號稱 曾經在國外接種過AZ疫苗的女子 到高雄展覽館表示 她要接種BNT 被醫護人員拒絕 因而在現場辱罵工作人員 遭到警方逮捕 台中今天又傳出了兩例疑似 接種莫德納疫苗後的死亡個案 女子的雙手上靠 被圓警嫁出接種站 卻還在對圓警叫嚣怒罵 警方怎麼勸就是沒用 30號上午 證明孫姓女子前往高雄展覽館 要接種BNT疫苗 她表示自己在澳洲 有施打過AZ疫苗 6月才回國 醫護人員告知不能混打 女子情緒失控怒罵 原警和醫護人員 除了依妨礙公務送辦 高雄市衛生局 也將依違反醫療法開罰 而在台中 則是新增了兩例疑似注射 莫德納第二劑 死亡的個案 分別是66歲和71歲的男子 各是在27號和22號來接種 都在28號宣告不治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有可能是舊案 還要進一步的了解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 目前台中市的疫苗接種率 第一劑已經突破了七成 第二劑的涵蓋率也突破了三成 而30號新增了兩名死亡個案 都有慢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但是否和疫苗相關 還要進一步的釐清 基爾林健身 彭幻群孟昭全 台中高雄報導 新冠疫苗在全球廣泛接種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正式批准BNT疫苗 可以讓五到十一歲的兒童 接種的緊急使用授權 最快下週開打 至於臺灣是否跟進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會先觀察美國的施打情形 也會在專家小組進行討論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顧問小組二十六號表決 以壓倒性多數表決通過建議FDA授權之後 FDA在二十九號正式批准BNT兒童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疫苗的成分和成人版相同 但每季的劑量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使維克最快下星期開打 不少家長關心臺灣是否跟進 這讓六型疫情指揮中心指出會持續注意美國的發展 FDA通過之後其實還要再經過美國CDC的核准 那它的這個兒童版的BNT的劑量 是只有成人版的三分之一 所以使用的劑量也不同 大概在後續這一個評審的標示上面 也會有些不同 以免說有誤打誤打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都會持續注意美國這邊的一個發展 那也會在這個我們的專家諮詢小組 這邊再來做討論 指揮中心表示國內的疫苗施打年齡 若要下修 續線向BNT取得臨床試驗結果 在送食藥署送審後修改訪單 專家也認為要先觀察美國大規模 接種後的不良反應 尤其是心肌炎 根據路透社報導FDA這項決定將讓兩千八百萬名的美國兒童能夠達到疫苗 而BNT兒童疫苗也將是美國首支獲准用於年紀較小兒童的新冠疫苗 至於臺灣的兒童恐怕還要再等等 記者綜合報導 應對十二月十八號要舉行的四大公投案 民進黨今天開始行動 首場公投說明會上午在桃園展開 總統蔡英文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自上陣說明政策 蔡總統呼籲民眾要審慎投票 不要讓臺灣的未來被政黨綁架 被政治惡頭犧牲 要正面迎戰公投案 民進黨首場公投說明會三十號在桃園登場 先前因為租界中央大學場地引起爭議 現在改在市外籃球場舉行 現場有超過千人參加 民進黨也藉此宣示迎戰公投的決心 部會首長更是全動員 行政院長蘇貞昌副院長沈榮晶 經濟部長王美花都到場 總統蔡英文也打頭陣 親自說明捍衛政策 呼籲民眾審慎投票 不要讓臺灣未來被政黨綁架 被政治惡鬥犧牲 這一次首朝選在桃園 就是要先主打早就議題 桃園立委連番上陣說明 市長鄭文燦除了系數政策 投入經費保育藻礁 希望獲得民眾支持 也批評不能夠因此綁架能源轉型 行任長蘇貞昌則火力全開 批評國民黨是要讓臺灣亂下去 孫昌昌賣力說明立組公投變成對行政團隊的不信任票 公投說明會週日第二場將遺失屏東 除了蔡英昌副總統賴清德也將上場 預計將會主打萊豬議題 記者韓英成信龍 SNG小組桃園報導 國民黨全代會宣布公投案宣傳起跑 黨主席朱立倫強調這次的公投跟政黨對決無關 前總統馬英九則是呼籲應該要舉辦公投辯論會 朱立倫也在致辭的時候重申四個捍衛 還向中共還有民進黨政府喊話 國民黨一定會堅定維護中華民國 反對破壞民主自由 國民黨全代會週六上午登場 黨主席朱立倫前總統馬英九等人 一早抵達國民黨中央黨部 對於民進黨備戰年底四大公投 國民黨宣示一二一八公投宣傳起跑 朱立倫強調公投是人民的權利 而這次公投與政黨對決無關 馬英九則呼籲應該要舉辦公投辯論會 國民黨三十號通過新政策綱領 在兩岸議題強調反對臺獨 以及反對一國兩制 有媒體質疑 是否會造成與對岸溝通產生障礙 朱立倫回應表示 國民黨對於兩岸政策立場不變 但接下來脫口而出的這番話引發議論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林濤趕緊上前消毒 強調朱立倫是口誤 國民黨反對一國兩制 而非反軸惡共識 朱立倫在致辭時則重申四個捍衛 還向中共以及民進黨政府喊話 國民黨一定堅定維護中華民國 反對破壞民主自由 同時朱立倫也公布了三名新任副主席 包括嘉義市長黃敏慧 陸委會前副主委夏立言 以及中央委員連勝文 記者國財燕秋富財台北報導 外交部長吳釗燮正在歐洲進行訪問 二十九號他以視訊的方式 在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會議上發表演說 呼籲全球民主陣營團結一致 面對中國威脅 外媒報導 吳釗燮將祕密拜訪歐盟位在比利時的總部 外交部對此低調表示沒有評論 但公布吳釗燮與歐洲議會 還有比利時國會議員會面的畫面 感謝他們力挺臺灣 外交部長吳釗燮正在歐洲進行訪問 已經拜訪過斯洛伐克以及捷克 原本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二十九號 邀請吳釗燮前往羅馬參加實體會議 不因為疫情以及行程安排 改為視訊發表演說 吳釗燮強調不只臺灣遭受中國威脅 其他民主國家也是如此 全球民主陣營必須要團結一致 面對挑戰 維護臺海和平 外國政治媒體跟爆料 吳釗燮這一趟歐洲行程 將拜訪歐盟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總部 會見歐盟官員 播行程相當保密 外交部對此回應沒有評論 倒是發布了吳釗燮跟歐洲議會 還有比利時國會議員的會面照 感謝近來歐洲議會大力挺臺 首度通過臺歐盟政治關係際合作決議 支持臺灣國際參與跟提升臺歐關係 那當然我們也會在這方面做一些保留 不然中國大陸的話動作大的話 連一些拜會的行程都被砍掉 那就很辜負這次很難人可貴的真心 歐盟對於吳釗燮是否將與官員會面 不做評論 但強調臺灣是理念相近的 重要經濟跟高科技夥伴 學者張福昌認為 近來歐洲有臺聲浪 確實升高 歐洲議會也通過挺臺決議 但這些都是建議 歐盟聲明大多還是強調 一中政策 怕激怒中國 因此短期臺歐在外交政策上 可能不太會有利己性的突破 記者韓英成信龍 臺北報導 疫情趨緩 民眾紛紛外出青青山林 屏東山區四天發生了三起意外 其中兩起在北大武山 讓救難人員疲於奔命 二十六號先有一名 女性山友 因為雙膝疼痛 由救難人員輪流背下山 今天清晨則有另外一名四十九歲的登山客 因為腳扭傷出動空勤直升機 降落特艘大隊停機坪 由救護車送往高雄醫院救治 這起登山意外發生在屏東太武鄉 北大武山 四十九歲流星登山客 有申請入山鎮 獨自攀登北大武山 兩天一夜 二十九號下山時 不慎滑倒 右腳排扭傷對外求援 本局立即派遣十三位同仁前往救援 並於當日下午五點與其接觸 由於當時天色昏暗 因此將其一致快古山莊過驗 北大武山是臺灣五月之一 疫情趨緩也吸引不少民眾親近山林 二十六號也有一名五十七歲女山友 和朋友前往攀登 回程途中 雙膝疼痛無法行走 由北大武山 快古山莊莊主 和交房隊輪流被下山 更被查出該團未申請入山鎮 領隊無相關證照 遭消防局舉發 而另一起意外發生在屏東馬家鄉 齊岩山 涉入部落八十一歲 宋姓老先生 二十八號 獨自前往自家農田灌溉 疑似試圖接水源 不慎跌落重傷 家人報案前往救援 已回天罰術 屏東山區連續四天三起意外 讓救難人員疲於奔命 消防局也呼籲登山客 評估置身能力 親近山林 亮麗而行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國旅大爆發 尤其在這個月八號 五倍券開放使用之後 各景點人潮湧現 以南投西投來說 原防統計 平常日大約有六千人次 左右 假日更達到了 單日八千人次以上 當地的民宿住房率也達到了八到九成 而人車爆量的結果 也考驗了旅遊品質 才一大早 南投西投停車場 已經擠得滿滿 想找到位子南上加南 林間步道也都是遊客 雖然已經進入秋天 西投每天還是湧進了大量遊客 平常日的入園人數 大概在六千人次左右 大概是回到疫情前的那個水平 那假日的話人數會稍多 可能會將近到八千人次 台大實驗林主任表示 疫情趨還後入園人數漸漸增加 加上五倍券開始使用 十月初已經回到了以往的水準 其中固定回流的客源 就佔了五成左右 而周邊民宿住房率也跟著提升 假日的訂房率可以達到八九成 旅宿業牆五倍券雙肌 也讓因為疫情沉疾的觀光業漸漸復甦 學者表示疫情解封加上五倍券的影響 帶動國旅出遊潮 其中餐飲業已經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 而觀光旅宿則是要到十一月 才會整體恢復 而迎接出遊潮則是需要有配套 黃振聰認為除了民眾本身規劃行程要分流 相關單位也要加強公共運輸 以及周邊景點的串聯 應該避免大量人車湧進了單一景點 也才能夠帶動整體的效益 今天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將在英國格拉斯克登場 英美等國持續上演抗議行動 瑞典環保少女同輩裡加入了倫敦的遊行 呼籲停止投資石化相關產業 而美國的紐約社運人士前往花旗銀行 舊金山社運人士則是前往 備來的投信公司 他們的訴求都一致 熱點少女同輩李現身 就被媒體團團包圍 泰伯克行動呼籲全球青年站出來 要求各國政府解決氣候危機 成為家喻戶曉人物 而九號她在倫敦加入青年抗議行動 幾天後也會參與聯合國氣候峰會CUP26 場外的另一場抗議 她未發言與受訪 而青年代表來到渣打銀行總部 要求停止投資高污染的石化產業 氣候峰會31號登場 美國紐約也有社運人士 前往花旗銀行總部 抗議銀行把資金投進生產 化石燃料的相關產業 抗議人士前往花旗銀行之前 已先到紐約聯邦準備銀行 高聲呼籲因限制商業銀行 為了短期利益扶植石化相關產業 導致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毫無成效 而舊金山的社運人士訴求一致 來到貝萊德投信公司 在馬路上進行大規模彩繪 71歲抗議者強調 他為孫子站出來 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也有抗議人士來到聯邦準備大樓外 建置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鮑爾 以人形立牌諷刺他是氣候僵尸 無視大型銀行投資石化業 所帶來的氣候危機 記者李美琳之間綜合報導 2021年的美國職棒大聯盟球技接近尾聲 除了亞特蘭大勇士隊和休斯頓科 太空人隊爭奪總冠軍的對決 各方的焦點集中在無緣季後賽的 洛杉磯天使隊 來自日本的好手大鼓翔平 他以頭打兼優的表現 不僅貨班大聯盟歷史成就獎 也獲得了兩聯盟選手票選的支持 毫無懸念的盪選了年度的最優秀球員 站上打擊區隨時準備把球轟出全力打牆外 登上投手球同一個大鼓翔平 心裡想的就是把對手三陣出局 加入美國大聯盟的第四個球技 27歲的大鼓以投手身份登板 拿下九勝兩敗 三點一八的防禦率 同時三陣對手一百五十六人次 外加打者身份轟出了四十六發的全力打 當然這還不是大鼓今年球技的全部 精彩的表現連球小上的對手都折服 在大聯盟球員的票選當中 大鼓翔平就以絕對優勢毫無懸念 同時獲選投手與打者的雙料年度球員 在大鼓翔平之前 日本籍選手只有林木一朗 在刷新單季安打記錄的兩千零四年 獲選打擊部門的年度最佳球員 而大鼓以二刀流拿下雙料MVP 堪稱是繼貝比魯斯之後 百年來的第一人 除了球員票選的年度最優秀選手 美國大聯盟官方也頒贈 2021年的歷史成就獎 給大鼓翔平 這是佛瑞曼二零一五年擔任大聯盟主席以來 首度頒發這個獎項 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 因應明年基本工資調升 經濟部昨晚邀集相關產業代表討論 初步達成共識配套方案 將採定額補貼 雇佣月薪在兩萬四千到兩萬五千兩百五十元以內 一個人補貼一千元 低於月薪二點四萬元的石新族 則以每個月七十小時估計每個人補貼五百六十元 行政院日前核定明年 基本工資調漲百分之五點二一 但為了避免受疫情重創的產業雪上加霜 政府允諾將針對受創產業提出補貼 昨晚端出基本工資定額補貼配套草案 但對核中產業以及衰退的幅度 可以納入補貼還沒有定案 官員就透露 基本以服務業為補貼對象 但製造業也表態說需要補助 相關的方案人代討論 預計十一月會有定案 屏東東港英王平安季即將迎來最後倒數 今天中午由人力遷船的方式 王船陸上行舟繞行全鎮收煞 這是東港每三年一次的重要祭典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縮小規模 但仍然不少民眾一早卡位觀賞拍照 明天清晨四點將進入祭典的最高潮 靠著人力遷船方式雄偉壯觀的王船 緩緩使出東龍宮牌樓 民眾爭先搶看 廟門口擠得水洩不通 王船行進路線 不少人更早早卡位 要拍照留下珍貴畫面 三年一顆的屏東英王平安季 不僅是當地重要祭典 更是國家重要無形文化資產 往往吸引國內外民眾熱烈參與 三十號中午過後 王船陸上行舟 繞進全東港鎮收煞驅溫 當地民眾也遵循民俗祭改 如果是說不得的我們 要求風大先生把我們製造 好會送給我們 不載的人不載的話就拿衣服 就拿衣服祭改 都跟王船的時候一起一起燒 今年因疫情關係規模縮減 僅限當地鎮頭參與也少了外國遊客 還是吸引雙萬民眾參與 農曆區的補助廠 萬年祭 三十國慶 還有那個鋼山羅康會 到現在 現在還是比較趨返了 都降級了就比較趨返就可以做了 據廟方指出 東龍宮王船 是泉州市房谷官船 採船筒木造漁船方式 歷經半年的船體建造和彩繪 造價一千萬 有九十多名東港小琉球 兩地師傅合力建造 三十一號清晨四點 將進行燒王船的送王儀式 象徵戴天巡獸王爺 將紋紗帶走 為整個淫王祭典畫下據典 藉著李傳莫昭全 屏東報導 到處塗鴉不見得會受到歡迎 在台東縣綠島 最近有十多個地方 被莫名畫上老鼠 和三個日文字的塗鴉 其中還出現在三層樓高的 通訊基地台電桿 還有內港很不容易走到的 堤防牆壁 綠島居民看了很生氣 認為這是破壞警官 這種老鼠圖案和三個日文字的塗鴉 分散出現在綠島十多個地方 有的畫在廢棄民宅的圍牆上 有的畫在公家機關的牆壁和告示牌 還有路邊的小電箱 其中最離譜的 是畫在三層樓高的電訊基地台 還有內港的堤防 不是一般人可以走到的地方 當地的民眾看到這種現象 感覺很不好 我們好好的一個 自然警官讓你這樣子 用那個塗鴉就這樣破壞 如果有人有樣學樣的話 對整個市隆跟警官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綠島警方已經接獲民眾報案處理 不過塗鴉的民眾 又刻意避開監視器 警方正在擴大收集 過濾相關監視器影像 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偵辦 綠島民眾也很好奇 這些塗鴉代表什麼意思 在台灣的日本人說 沒有日文的意義 台東大學素媒系主任賀俊志表示 這可能是創作者自創的標誌 今年7月也曾在高雄市被發現 不過現在連台東富岡港區的標誌牌 也出現類似的塗鴉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受到東北風影響 明天東部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臺北山區 有局部短暫雨 大臺北地區金門馬祖 有零星短暫雨 其他地區是多雲稻晴 午後山區有零星短暫震雨 接下來就提供您 各地的氣象資料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最低二十度最高二十六度 看到中部地區是二十度到三十度 南部地區是二十度到三十度 東部地區是二十度到二十八度 離島地區是十九度到二十六度 明天的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現在看到竹苗是良好 北部中部是普通 雲加南海是普通 高頻是敏感 宜蘭花東是良好 馬祖金門澎湖是普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並且在我們下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